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世的谣言 这些谣言在网络上甚嚣尘上 引发了广泛讨论 官媒报道骤降75% 这究竟是集体决策任命了临时接班人 还是权力暂时分散到常委手中 亦或是人民的反抗成为了决定性力量 这场无声革命的矛头 直指习近平的恶政 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这一系列问题 此外 我们还将关注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 突然投案自首中美关系的变化 服药玻璃遭美调查等重要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出世 谣言继续喧嚣 官媒相关报道骤降75% 集体决策任命临时接班人 还是权力暂时分散常委手中 亦或人民反抗成决定性力量 中国人展开无声革命 矛头直指习近平恶政 近日 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世的谣言 在网络上甚嚣沉上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官媒关于习近平的相关报道 骤降了75% 这无疑加剧了外界的猜测和不安 究竟是集体决策任命了临时接班人 还是权力暂时分散到常委手中 亦或是人民的反抗成为了决定性力量 这些问题都在中国社会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猜测 在这场无声的革命中 中国人民的矛头直指制度的不公和习近平的恶政 近年来 习近平的政策被认为过于强硬和专制 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 许多人认为 习近平的治理方式不仅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 反而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习近平的政策被批评为过于折腾 过度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 使得个人的努力难以抵挡政治的铁幕 内卷现象在中国社会中愈演愈烈 普通民众感到自己像韭菜一样被不断收割 生活压力巨大 前途渺茫 在这种背景下 许多中国人选择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 虽然这些抗议活动大多是无声的 但他们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 人们通过社交媒体 匿名信件和其他隐蔽的方式 传递着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望 明镜新闻台作为总部 设在纽约的明镜集团家族成员 主要播报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新闻 每天六档综合新闻类节目 覆盖24小时 致力于为观众提供最新 最全面的新闻报道和学者评论 明镜新闻台的报道不仅关注中国国内的动态 也涵盖了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事件 明镜新闻台的全球新闻和学者评论节目 通过YouTube等平台向全球观众传递信息 观众可以通过明镜新闻台的官方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 随时随地获取最新的新闻资讯和深度分析 此外 明镜新闻台还提供了多种方式供观众支持和激赏 包括通过PayPal进行捐赠 观众的支持不仅是对明镜新闻台工作的肯定 也是对新闻自由和独立报道的支持 总之 关于习近平出事的谣言虽然尚未得到证实 但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 中国人民的声音和力量都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海南省委书记突然投案自首 交出资产换取生路 省部级高官接连失踪 中共反腐从政治走向经济 习近平正在准备连任 服药玻璃突遭美调查 贺建奎称收到百万美元美国工作邀请 在中国政坛上 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的突然投案自首 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悉 罗宝明在投案时交出了大量资产 试图以此换取一条生路 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海南省 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热议 罗宝明的投案自首被认为是 中共反腐行动的一个重要节点 标志着反腐从政治领域逐渐向经济领域扩展 近年来 省部级高官接连失踪 显示出中共在反腐方面的力度和决心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 日经亚洲报道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为与美国脱钩及连任做准备 习近平的连任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也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升级 双方在贸易 科技和军事等多个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习近平的连任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局势 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在经济领域 中国服药玻璃公司突遭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 涉嫌金融犯罪 这一消息传出后 服药玻璃的股价应声下跌 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 服药玻璃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之一 其产品广泛出口到全球各地 此次调查不仅对服药玻璃造成了重大打击 也让其他中国企业感到担忧 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为了抢夺客户 各大银行纷纷推出各种密招 包括降低贷款利率 延长还款期限等 这种竞争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购房者 但从长远来看 可能会导致银行业的风险增加 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此外 因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而备受争议的科学家贺建奎近日声称 自己收到了价值百万美元的美国工作邀请 贺建奎因在2018年宣布成功编辑了世界上 首例基因编辑婴儿而引发全球轰动 但也因此遭到广泛批评和法律制裁 此次他声称收到美国工作邀请 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最后 北京中轴县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成就 北京中轴县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和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 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此次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不仅是对北京中轴县的认可 也是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肯定 明镜新闻台是总部设在纽约的明镜集团家族成员 主要播报中国与世界各地新闻 一天六档综合新闻类节目 覆盖24小时 明镜电视全球新闻学者评论 三中全会是伏笔 李强摩拳擦掌遇上阵 堵住一口气万箭齐发 习近平三头六臂八面出拳 天下多少乱花剑与迷人眼 在中国政治舞台上 三中全会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节点 往往预示着未来政策的重大转变 今年的三中全会更是备受瞩目 因为它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落实 更是李强这位新近领导人 展示其政治抱负的绝佳机会 李强摩拳擦掌 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大展拳脚 堵住一口气万箭齐发 是要在中国政坛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习近平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近年来在国内外事务中 展现出了三头六臂 八面出拳的强大能力 他不仅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力求解决经济 社会等多方面的问题 还在国际舞台上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力图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习近平的这些举措 犹如乱花见玉迷人眼 让人目不暇接 三中全会的召开 正是习近平和李强 展示其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舞台 习近平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方向 涵盖经济 科技 教育 环保等多个领域 力求在新时代背景下 实现中国的全面发展 而李强则在会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 详细阐述了他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愿景和具体措施 李强的演讲中提到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他强调 只有通过创新驱动 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为此 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 包括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等 在社会领域 李强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旨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他强调 要加大对教育 医疗 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投入 确保每一个中国人 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同时 他还提出 要加强环境保护 推动绿色发展 力求实现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习近平在会上对李强的发言 表示了高度赞赏 认为他的政策思路清晰 措施具体 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他表示 李强的这些举措 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 三中全会的召开 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更是中国未来发展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 习近平和李强的联手 将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带领中国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军委、公安同时清除习近平 江湖传言成真 北京急招老兵回炉 三中全会后很反常 恐怖信号频传 信号一长 习近平身边人突然变了 近日 中共书记处书记 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在贵州调研公安改革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和加强中共对公安工作的 绝对领导 通篇报道竟没有一处提到 习近平的名字 由于王小红作为习近平的亲信 这很不寻常 也很诡异 而在以往的类似新闻中 王小红每次都要先强调 习近平在某方面的指示或论述 然后才是对地方公安的要求等 27日 解放军报发重要文章 却只字未提习近平 文章痛批 有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把事快作风 江湖习气 带到党内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 该文章强调 反属重大问题 都要按照集体领导 按少数服从多数做出决定 充分发挥集体智慧 最大限度保证党组织决策的正确性 坚决克服 闻过是非 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 明镜新闻台 是总部设在纽约的 明镜集团家族成员 主要播报中国与世界各地新闻 一天六档综合新闻类节目 覆盖24小时 明镜电视全球新闻 学者评论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明镜新闻台致力于 为观众提供真实 客观的新闻报道 和深度分析 无论是关于习近平的谣言 还是中国社会的无声革命 明镜新闻台 都将继续关注和报道 为观众提供最全面 最真实的信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哟 最近网络上 关于习近平出事的谣言 真是满天飞啊 这不 官媒关于他的报道 居然骤降了75% 这可是给了那些 猜测添了一把火 大家都在讨论 这到底是临时接班人上任了 权力分散到常委手中 还是人民反抗 变成了决定性力量 这些问题 搅得大家心里直打鼓 其实 中国人民对制度的不满 和对习近平的恶政 早已是心知肚明了 习近平的铁腕政策 看起来很强硬 但实际上 却让社会各阶层 不满情绪 不断积累 别的不说 那些内卷现象 可是愈演愈烈 普通人感觉自己 像韭菜一样 被反复收割 生活压力山大 前途堪忧 于是 大家开始 通过各种方式 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 虽说这些抗议活动 大多是无声的 但影响力 却一点都不小 人们通过社交媒体 匿名信件等 各种隐蔽方式 传递着对现状的不满 和对未来的期望 你看 明镜新闻台 作为一家总部 设在纽约的媒体 也在密切关注这些动态 并为全球观众 提供最新 最全面的报道 再说海南省委书记 罗宝明突然投案自首 这可是政坛上的大新闻啊 他交出了大量资产 想换条生路 这不仅震惊了海南 也在全国范围内 引发了热议 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共 反腐行动的一个重要节点 显示出反腐从政治领域 向经济领域扩展的趋势 与此同时 习近平正在为连任做准备 这不仅关系到 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 也将对中美关系 产生深远影响 中美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习近平的连任 可能会加剧这种局势 而此时福耀玻璃突遭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 直接导致其股价下跌 这对中国企业来说 真是霉运不断啊 还有那个因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备受争议的科学家贺建奎 最近声称收到了价值百万美元的美国工作邀请 这简直是火上浇油啊 它的出现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此外 北京中轴线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可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成就 北京中轴线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 其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也是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极大肯定 再来看看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被视为李强展示其政治报复的绝佳机会 他摩拳擦掌 准备大展拳脚 堵住一口气 万见其发 是要在中国政坛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中全会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落实 也为李强提供了一个展示其政治智慧和领导能力的舞台 李强在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方向 涵盖经济 科技 教育 环保等多个领域 力求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中国的全面发展 他强调只有通过创新驱动 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为此 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 包括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等 而在社会领域 李强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旨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他强调要加大对教育 医疗 养老等公共服务的投入 确保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习近平对李强的发言表示了高度赞赏 认为他的政策思路清晰 措施具体 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最后 最近关于习近平身边人突然变了的消息 也让人颇感诡异 王小洪在贵州调研时 居然没有一次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这可是非常不寻常的 而《解放军报》也发文痛批一些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这些信号让人对当前的政治局势更加担忧 总之 最近中国政坛风云变换 各种传言甚嚣沉上 不论是关于习近平的谣言 还是李强的摩拳擦掌 或是罗宝明的投案自首 这些事件都在暗示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层次的变革和动荡 未来如何发展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近期 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示的谣言 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统计数据显示 官媒关于习近平的报道骤降了75% 这进一步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究竟是临时接班人被任命 还是权力暂时分散到常委手中 亦或是人民反抗成为决定性力量 这些问题在中国社会中引发了热烈讨论 近年来 习近平的政策因其强硬和专制 而备受批评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 许多人认为 习近平的治理方式 不仅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 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内卷现象在中国社会中愈演愈烈 普通民众感到自己像韭菜一样 被不断收割 生活压力巨大 前途渺茫 在这种背景下 许多中国人选择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 虽然这些抗议活动大多是无声的 但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人们通过社交媒体 匿名信件和其他隐蔽方式 传递着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望 明镜新闻台 作为总部设在纽约的明镜集团家族成员 主要播报中国与世界各地的新闻 每天六档综合新闻类节目 覆盖24小时 致力于为观众提供最新 最全面的新闻报道和学者评论 明镜新闻台的报道 不仅关注中国国内的动态 也涵盖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事件 海南省委书记罗宝明 突然投案自首 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据悉 罗宝明在投案时 交出了大量资产 试图以此换取一条生路 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海南省 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热议 罗宝明的投案被认为是 中共反腐行动的一个重要节点 标志着反腐从政治领域 逐渐向经济领域扩展 近年来 省部级高官接连失踪 显示出中共在反腐方面的力度和决心 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 日经亚洲报道称 习近平正在位于美国脱钩及连任做准备 习近平的连任 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也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升级 双方在贸易 科技和军事等多个领域 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习近平的连任 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紧张局势 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在经济领域 中国服药玻璃公司 突遭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 涉嫌金融犯罪 这一消息传出后 服药玻璃的股价应声下跌 投资者纷纷抛售股票 服药玻璃是中国最大的 汽车玻璃制造商之一 其产品广泛出口到全球各地 此次调查 不仅对服药玻璃造成了重大打击 也让其他中国企业感到担忧 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此外 因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而备受争议的科学家贺建奎 近日声称 自己收到了价值百万美元的 美国工作邀请 贺建奎因在2018年宣布 成功编辑了世界上 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而引发全球轰动 但也因此遭到广泛批评 和法律制裁 此次他声称 收到美国工作邀请 再次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 北京中轴线正式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这是中国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成就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 和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 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此次入选 世界遗产名录 不仅是对北京中轴线的认可 也是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肯定 总之 关于习近平出示的谣言 虽然尚未得到证实 但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 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 中国人民的声音和力量 都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习近平出示的谣言传得这么热闹 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他的政策 早就满腹牢骚了吧 他就像个不懂得分寸的大厨 眼洒多了 结果把整锅汤都搞闲了 老百姓喝不下去了 天书 这种谣言满天飞 就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 疑心重重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你真觉得一个谣言 就能撼动中共的根基 明明就是有人拼命 往火上浇油 那可不一定 你看官媒关于习近平的报道骤降百分之七十五 这就像是红楼梦李贾府的声势一落千丈 难道这不是一个信号 搞不好真有一场无声的革命在酝酿 哎呦你这脑洞开的 比孙悟空一个跟斗翻十万八千里还夸张 官媒降了点报道 你就觉得天要它了 历史上多少次谣言都被证明是捕风捉影 倒不如看看实打实的经济数据 可别小看这些数据 最近福耀玻璃被美国调查 股价大跌 不就是经济形势紧张的反应吗 习近平的政策搞得企业难以为继 这跟古代的柯正猛于虎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哦天叔 你这可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服药玻璃的问题是个案 不能说明整个经济的走向 你也别忘了 贺建奎还被美国高薪挖走 这说明中国的人才还是很有市场的吗 人工智能 语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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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